扫把刘海 油腻龙虚 书评同款 这些被头套封印了颜值的帅小伙们 看得我是真心疼的 大家好 今天来部就和大家谈谈 影视剧里的一些本来五官端正 但却被头套耽误了的男明星们 真是一个头套毁了整个人呢 第一类 毛躁刘海型 能轻松驾驭这个发型的正面案例 应该就属先见礼的胡歌了 活泼不羁 少年感十足 完全就是登峰造极的美貌啊 自从逍遥哥哥迷倒距离距外移 正照灵儿之后 这类发型在武侠仙侠剧里 就变得比较常见了 但是不得不感叹 就算你脸长得再好看 其实也不一定适合 就比如朱一龙 曾经我眼中 胡一龙的古装扮相是这样的 我不管 露出额头的朱一龙 你就是我的身 但是直到某天我在考古朱一龙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 朱一龙在这部压箱底的电影《白狐仙》里 演的是一个进京赶考的秀才 maybe大概也许是为了迎合读书人的形象 装造给他设计了一个 看起来十分老实呆板的刘海发型 虽然当时的朱一龙只有23岁 但是怎么看怎么像32 什么见眉形目温润书生 在这部戏里通通看不到 而且不说这个扫板一样的刘海 给朱一龙深情的眼眸遮住了 就单说他粗直烂造的质感 毛躁的我真的想穿越回去 给剧组多几几个护画素啊 再比如任嘉伦 虽然他的颜值达不到人人称帅的段位 但是在古装美男里 也是必须拥有一席之力的 毕竟又帅又乃 眼神还要开车的路易 谁会不爱 沉稳内脸感情专一的小男陈王 谁又能逃 他的额便是属于比较窄的类型 所以非常适合那些面部没有任何遮挡的古装扮相 会显得整个人清爽阴气 辨识度一下子就上来了 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 久到你完全不会在意他演的角色的时候 他却被沙玛特刘海狠狠祸祸过 颜值暴敌 早年他在通天敌人节里 就全程顶着一头狗啃式刘海 这还不算完 清源治理他饰演的六尾的发型 更是把颜值推上了一个新高度 遮天蔽日般茂盛的刘海 让任嘉伦整个人看起来都头重矫情 非主流的气息不请自来 如果我非要在两个扫把头造型中选一个的话 我选择 我希望这辈子人家龙的刘海 永远不要被古装而留 第二类 书评同款秃头 每一次看到这类造型的时候 我都会被男演员感到深深的担忧 但愿他们的发际线还能挺住 龚俊在山河流里饰演的温克行 说一句绝美应该没人反对吧 头套贴合 卢顶薄满 两根龙须顺着脸颊四溢成多 就一个字 绝 但是颜值再高的帅哥 只要到了张书萍手里 那都是分分钟颜值劝退的程度 就比如龚俊在醉玲珑里的秘质造型 虽然演技不差戏分不少 人设也不错 but 这勒到头皮发麻的童俗造型 是我真是欣赏不来啊 用粉丝的话来说 温克行滤镜再好使 我也不可醉玲珑 OK 同样是男淘头脱命运的 还有周渔明 想当年他可是花美男的代名词 就算是钟烈杨家将里凌乱的战场造型 也依然挡不住他的颜值 直到他遇见了张书萍 他遭遇了职场生涯中 最严重的颜值滑铁卢 没错 这部剧就是烈火如歌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贴头皮是大脑门造型 让周渔明看起来又胖又平庸 没眼见的英俊荡然无存 张书萍 你欠古装帅哥们的颜值有什么还 最后一类 也是古装剧里男演员最爱用的造型 龙须刘海 这类造型用好了你是锦上添花 用不好只会觉得油腻邋遢 如果再加上书屏同管大背头 那简直就是丰衣颜值的巅峰制作 就比如杨泽 念念无名里 他演的念无名 高颅顶高马尾 搭上适配度极高的刘海造型 完全就是我心中的江湖少侠的样子 辨识度极高 但是你敢想 招摇里剑新门少主柳苍林也是他 同样颜值被龙须刘海封印的还有徐凯 不可否认 他在颜喜宫里的复衡 和招摇里的厉沉蓝 整体装造颜值都非常能大 古装美男的称号 当之无愧 但是到了千古绝尘 哦 徐凯 你怎么了 面部的日渐圆润 配上完全不修饰脸型 甚至还有点出油的龙须造型 导演 你看这好看吗 所以说古装剧里的浮化道真的非常重要 就算男明星颜值再高 没有适配的装造 那颜值也是白扯 更比起本身就颜值不够硬的演员了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啦 我们下期见 拜拜